有人喜歡泡湯 即將進入秋冬泡湯季節 北市府法務局發布了消費 警訊 表示稽查到 由業者販售的泡湯的票券 未提供履約保障 違反禮券應該記載事項 已經要求業者限期更正 而並且呼籲民眾在購買 泡湯券 餐券或是住宿券等 各類的禮券都要留意 是否有履約保障 維護自身的權益 日式傳統祭典 撞轎祈福在臺北市北投街區 熱鬧登場 這是睽違四年 也是疫情之後 臺日再度攜手 舉辦溫泉季的祈福宣傳活動 業者也推出各式優惠 搶供秋冬季節的泡湯商機 正值泡湯與年底出遊旺季 北市消保官也發布消費警訊 因機查發現有業者販售的票券 不符合規範 違規太陽 包括未提供金融機構履約保障 也違反法規定定退券手續費 百分之三的上限 已經要求業者改正 否則可處三到三十萬元的罰還 另外針對日前北市公園處統計 近年因山區雨量減少 溫泉源頭出水量不足 陽明山溫泉水量三年來不斷減少 北投溫泉商圈業者表示 雖然離近陽明山但因水源不同 北投溫泉不受影響 也會加強水質把關確保民眾的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